哈喽大家好 虽然现在还算年初 感慨这个有点早 但居然转眼间就要做咱们三月的子弹笔记setup了 时间正如白剧过戏 开始前还是先二月翻翻看吧 来到三月 用回了我的不知名彩线 勾线用的是斑马复古五色中性笔里的九红色 此外还有尺子 以及可以反复粘贴不灰纸张的胶带 我尽量用较少的工具 这样做起来轻松简单一些 页面也比较清爽 OK 让我们开始 诶 but first no good 高中之后好像生活相对安逸 稍微吃点苦就觉得太难了 这段时间就是这样 于是纵情吃各种甜食 牛炸糖就是其中之一 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在吃的口味 哦 抱歉已经吃光了 总之我想画点甜的 又不太常见的子弹笔记主题 于是选中了牛炸糖 这次的setup 颜色比较清淡 选择了原味 咖啡 蔓越莓和抹茶的颜色 试了几支不同的笔 最终觉得九红色用来勾线挺合适 还可以涂个疙瘩 当作蔓越莓加心 哎呦我天 这第一页就画皮了 没事 刚好展示下我是怎么修改的 之前用过用小刀稍微刮掉一层纸屑的方法 而最近有了高光笔 简直是小型修正液 用来改这种小撮刚刚好 建议等之前写错的笔记干了再用 效果比较好 牛炸糖常常是没那么规则的形状 画起来很轻松 差不多画个长方体 再加一些圈圈点点的果肉加心 画得太规整反而不好 会有点像奶酪 就是猫和老鼠里面的那种有洞洞的经典奶酪造型 这次的排版我想来点简约有整体性的 有点像杂质的感觉 用可以反复粘贴的胶带贴在拖鸦区域的边缘 这样画完之后把胶带撕下来 就会有一条干净的分界线了 不只是现在展示的封面页 后面的大部分页面我也都用到了这个方法 在贴好胶带的范围内 画上各种大小形状角度的牛炸糖 夹杂一些杏仁、腰果、开心果、真仁 上色后撕掉胶带 如果你和我用的是同款胶带 注意要慢慢撕 太快还是有可能把纸撕破的 在左侧用假装印刷体写上月份 封面页就迅速完成了 接下来是月历 三月的月历比二月的空间稍大 除了延续二月的用法 记录视频排片和相关事件 还打算用来记录图片更新情况 我现在在用的平台就是B站、油管和INTS这三个 不过INTS没太多更新 大概就是每周说一声视频已上传 主要原因是不太会拍照 但我立志要把图片渐渐更新起来 目前的计划是在B站动态和INTS同步上传 之前也有同学建议我开微博发图片 是个很好的想法 谢谢这位同学 不过我想着等我现有的平台用好点 再考虑开微博 不然有可能长草或是更新太水 十分感谢和欢迎大家多多建议 有什么想看的视频主题也欢迎留言 好了回到画面解说啊 本月的排版思路都挺简单一致 这一页就是左上和右下角画牛车糖 中间是阅历和两个记录视频成长和代办事项的方框 因为有个假装杂志的概念 所以这页的月份我写的不是三月而是第三卷 二月的很多板块都是放在同一页面 有的实用性很强 有的就有点挤了 这次的setup普遍做了一些拆分调整 现在这一页 首先是数式阅历 用来记录某天值得回味的大小事情 节日 亲友的生日等特殊日子也标在这里 标题用彩签涂了牛车糖 就不勾线了 避免抢了文字的风头 旁边是习惯打卡 这次要尝试每个习惯一个小日历的打卡方式 据说这样可以更直观地看单独某个习惯的保持情况 不知道有人注意到没有 我的日历总是从周一开始写 你们呢 喜欢从周一还是周日开始写 右边是心情记录页面 回归到涂鸦甜色模式 上个月用的柱状图形是蛮好的 简单直接 不过甜色的形式我也喜欢 有趣看着有成就感 鱼露均沾 本月是涂鸦31块牛车糖 各种形状不同角度的 每天一块 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心情 这次的主题真的很好画 如果喜欢推荐试试看 歪七扭八也没有关系 咱们这是手工牛车糖 歪歪扭扭才可爱 第一页标语的边框元素 拿到这里呼应一下 更有整体感 下面一页又再贴胶带了 这次构思排版时 先是有了封面页和阅历的想法 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简直是不用动脑的万用排版方法 无论什么主题 用胶带确定一个简单的几何范围 可以是横的 竖的 斜的 单页的 跨页的 在这个范围内随意发挥 清淡 浓烈 规则 凌乱 平铺 叙事 各种涂鸦装饰都可以 然后把胶带撕掉 空白区域写字 装饰和内容坚固 边缘清爽干净 完美 当然不用动脑 手还是要动的 得仔细贴胶带 再小心撕下来 如果像我一样 setup好几页都用这种方式 撕胶带时 可以小心拿好两端 贴在旁边什么东西上 下一页再拿它来循环利用 画面左边这页 与前两个月一样 时间记录 纵轴31天 横轴24小时 用不同的颜色 标记不同事项 花费的时间 结合遮线图 记录睡眠 右边就不同了 等等 本月限定企划 丛林开始练习 平头笔的 意大利体英文书法 这页用来记录 每天的练字市场 我之前看到 MAT DIAVELLA 还有其他博主的 30天习惯养成 或是技能学习的系列视频 十分心动 但对自己的意志力 和视频拍摄能力 都没啥信心 所以暂时不敢尝试太大的项目 不过练字好像值得一试 就算不拍成30天视频 练一段时间后 跟大家分享下 平头笔的入门心得 也是好的 最后几页还是前面的排版思路 快进一下 简单讲讲 除了链字的限定企划 这个月还有一个新增页面 右边的Brain Dump 就是在想法一团乱麻的时候 通通倾倒出来 写在这里 可以防止遗忘 减轻大脑负担 我看到很多人喜欢用这个板块 所以也来试试 左边的页面 用来记录视频内容大纲 整体非常简单了 写字为主 周计划呢 还是深得我意的Rolling Weekly 左侧是可以标注 星期几的任务列表 具体用法的视频链接 放在信息栏 右侧是一周七天 每天一块 不过这里要纠正一下 之前的视频中 把名字搞错了 我原以为这个任务列表 单独叫做Rolling Weekly 经网络查证 好像应该是任务列表 加上七天每天一块 整个叫做Rolling Weekly 信息错误 抱歉抱歉 三月第一周写在了 跨页的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留给第二周 那么这次的setup 就全部完成了 看完之后 会不会想来块牛渣糖呢 感谢观看 欢迎留言交流 咱们下次再见 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